我的脸书朋友Amy现在住在北卡罗利 她在美国住过20多个不同的州和城市 搬过30多次家 堪称搬家达人 她说自从搬到北卡后 她打算在此地落地生根了 而且她的好多亲朋好友 也都随她搬到了北卡 Amy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北卡 在接下来的影片里 我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在影片的最后 你还会了解到很多其他人不会告诉你的 搬到北卡之前你必须了解的事实 大家好 我是墨镜姐伊丽莎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北卡正在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州 人口增长迅速 北卡到底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 搬到北卡好吗 北卡的工作机会多吗 北卡合适华人吗 今天的影片中 我为大家总结了北卡吸引人的十个理由 在做这期影片之前 除了和当地的朋友交流 我也查阅了关于北卡的各项 硬指标和数据 观看了不少住在北卡的老美的视频 我相信这个影片给大家提供的信息客观真实 可以帮助大家对北卡有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说实在的 做完这期影片后 我自己都动心 要不要搬到北卡了 好 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北卡罗来腊州简称北卡 是位于美国南部大西洋海岸的一州 是美国最早的13个州之一 州府为罗利 最大城市为夏洛特 根据美国2019年社区调查数据显示 北卡有1000多万人 北卡的种族比例和氛围 70.6%是白人 22.2%非裔美国人 9.8%拉美裔人 3.2%是亚裔美国人 北卡的平均房价中位数为172,500 北卡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54,602 贫困率为13.6% 在过去5次美国大选中 北卡4次投票共和党 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 该州已经变成粉红州 意味着该州有不少人也投票给民主党 现在州长也是民主党人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北卡吸引人的10个理由 以及华人最关心的问题 第十名 啤酒 阿什维尔和夏洛特 是受人尊敬的酿酒中心 北卡整个州拥有320个酿酒厂 北卡人还说 他们在南部拥有大量的手工酿酒厂 不仅仅是啤酒 这里还是最古老的葡萄酒 Mother Wine的故乡 拥有超过175个酒庄 不仅仅是酒 这里还是百事可乐 Cheer Wine等几家美国 经典燃饮料的发源地 第九名 休闲活动 北卡是个绝佳户外州 这里有东部的大西洋海滩 西部的蓝岭山脉和林地 这个州有250多个瀑布 白河瀑布是整个东海岸最高的瀑布 在这里你可以骑山地自行车 也可以徒步践行 漂流划船和玩皮划艇 在北卡很多人喜欢捕鱼和狩猎 北卡的海滩可能没有隔壁的佛州 桥州或者甚至南卡那么好 但至少你有海滩可以去玩 北卡还是个体育大洲 他们有NBA南球队夏洛特黄蜂队 也有取棍球和小联盟棒球之类的比赛 明年还有赛车活动 这里还有动物园 博物馆 历史古迹等等 北卡有一个不错的航空博物馆 莱特兄弟国家纪念馆 是飞机首次试飞成功的地方 这里还有很多军事博物馆 都值得一看 第八名 气候 北卡四季分明 不像加州那样只有一个天气模式 也不像其他南方州那样只有夏天 这里的秋天很美丽 冬天还是可以晒太阳的 同时你有机会会得到一条漂亮白色雪毯子 是的 这里冬天会下一两场雪 但还是挺温和的 第七名 地理位置 北卡还有一个令人钟爱的地方是 它距东海岸各大城市都很近 北卡位于两个最大城市的中心 不管是乘飞机还是开车 都可以轻松到达东海岸的几个主要大都会区 飞到纽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到迈阿密一个半小时 华盛顿特区一个小时 亚特兰大市一个半小时 如果开车的话 大约6小时就可以到达华盛顿DC 到亚特兰大这个半小时 8小时就可以到达纽约市 第六名 生活成本 总的来说 北卡的生活成本要比全美平均水平低9.4% 不管是购买杂物还是水电费 都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 听起来不是低很多 但作为一个各方面条件都很不错的州 这样的生活成本还是很合适的 第五名 医疗保健 在全美最好的医院排行榜上 北卡占了10个中的3个 位于杜伦的杜克大学医院 是全国最著名的教学医院之一 这里的儿童专业医院排名第9 成人专业医院排名第10 北卡大学医院卡罗莱拉医学中心和 维克森林进行会医学中心都是非常错的医院 第四名 教育 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质量都很不错 你可以在这里为自己或者孩子找到不错的学校 这里有优质的公立学校 也有雌校和私立学校 美国学校和房地产排行网站 Litchi近日公布的2021年最佳大学排行榜 北卡的杜克大学排名全美私立大学第5名 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全美最佳公立大学中排名第7 第三名 房产 北卡的房产目前还是负担得起的水平 北卡的房屋中位价是17万2500美元 全国房屋中位价是24万美元 当然和许多其他受欢迎的地区一样 北卡的房市目前也在火热中 朋友艾米是地产经纪 她说北卡现在每天也在上演抢房大战 她说北卡现在新建的房子 也从原来的二十几万 到现在要三四十万才能买到了 但是相同的房子在加州大概要两三百多万 而且北卡的院子还要更大一些 不但价格涨在几个大城市 他们甚至来不及建房屋 要买到合适的房子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艾米开玩笑说 现在的地产经纪不是缺买家 而是缺卖家 有些地产经纪就给住户直接打电话 问他们要不要卖房 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夏洛特的银行工作 他说在夏洛特 2000多平方尺的新房 大概30万左右 罗利和夏洛特这两个城市的出租房 价格比全美平均高2% 但是如果和其他南方大城市比的话 还是便宜多了 亚特兰大租租房价高于全美7% 迈阿密则高于8% 如果和加州比较的话 洛杉矶高于全美平均水平35% 纽约是37% 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九金山则是72% 很疯狂吧 第二名经济 北卡的经济现在集中于食品加工 银行 制药 技术和汽车零件等行业 北卡三角研究员有200多家公司 北卡的经济在病毒大流行前表现非常好 即使现在也还是比很多其他州要好 因为稳定上升的教育系统和技术方面的就业市场 这里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生活和工作场所之一 在正常情况下 北卡拥有全美最健康的经济体系之一 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技能劳动力和专业人士 以及他们的家庭喜欢在这里安家落户 一些财富500强公司 包括美国银行 杜克人员 劳市建材零售店 汉威国际 领先汽车配件总部都在这里 北卡最大城市夏洛特是全美第二大银行中心所在地 如果你做银行或金融相关工作 不难在这里找到工作 我的朋友说他周围的华人朋友好多都在银行工作 第一名 明峰淳朴 不管从我了解到的还是朋友们告诉我的 热情好客的北卡人是非常令人难忘的 这里的人非常有礼貌也很友好 当然也有不好的人 哪里都会有这样的人 我这里谈的是平均的感觉 说起这个Amy的感受也最深 她说每次当她回台湾的时候 就是让她最感受到北卡浓浓的人情味 每次她的邻居们都会抢着要帮忙她看家 拿信割草 做一些花园里可能需要做的事情 就算她在家 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暖暖的爱心 比如去年疫情刚开始时 邻居们都会来问她 要不要他们出去帮她买东西 还经常帮她家把垃圾桶收到固定的地方等等 夏洛特的朋友莉莉说 夏洛特发展这么快是因为以前的市长都是共和党 这几年换成民主党之后也是幺蛾子不断 对教育冲击很大越来越左 莉莉建议想搬过去的朋友最好搬到夏洛特南边的 那里更合适孩子们成长 那里的公立学校更保守税也低 房产税是1.06% 另外在夏洛特和罗利这两个大城市都有华人的超市 华人的地产经济 华人医生 中文学校 台湾小吃等等 还有一点大家必须了解的是 北卡有部分地区是多雨的 大家可能听说西雅图多雨 事实上北卡的某些地方 比如罗利的雨比西雅图还要多 北卡的夏季和冬季暴风雨可能会造成断电 如果你搬到北卡的话 老北卡人会建议你购买一台小发电机 以应付突发停电事件 接下来的这点 估计是很多华人朋友非常关心的 就是这里的非裔美国人口占22.2% 在我的北卡好地方这部短片下面 有好几个观众留言说 要注意不要搬到黑人聚集区 不过艾米说她不担心这个问题 她说她有不少非裔美国人的朋友和同事 都非常有教养也有礼貌 我把黑人多的地区 按人口数量排名列在屏幕上 供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